一到盛夏就爱出汗 官僚肯定喝茅台了 资产阶级贵族都喝红酒 劳动人民就喝啤酒和口可乐 因为啤酒跟口可乐跟水的价钱差不多 我就老喝口可乐 我一朋友说老喝口可乐能喝死 就送了我一箱汽水 什么汽水呢 就这个汽水 汽水包装不好包 就像我平常老来快递 一弄快递我就拿了这把刀 就刺了它一下 想把它给挑开 结果这一挑不要紧 四厅全在里边炸了 我只是拿这个刀 在这表面滑了一下 就这把破刀 你看这个罐上的这个孔没有 就在这个铝罐的这个壳上 就滑了这么一下 就劝了 这刀是什么刀呢 这刀叫Amazon Commander 是亚特兰大世界刀展的第一名 现在一说刀 什么弹簧刀 这刀 我们国家管制刀 所以没见过什么刀 刘梅艳给我的时候 我也没当回事 太简单了 这破东西 你看 文革那时候叫电弓刀 就这么一个东西和一个刀 这儿 什么也没有 你看我这脏了吧唧的 为什么脏了吧唧的呢 是因为那个 我老他拿他开快递 开快递快递都是那种 胶带纸上边的那个胶 都粘的我这样 所以我的刀很脏 发现这刀很锐利 能够把这个罐头盒 一划就能划漏四天 我才开始研究这个刀 我到网上一查 这个刀是亚特兰大刀展第一名 而且这个刀的制造商也是第一名 首先它的材料不一样 它用的不是我们说的什么 不锈钢这个纳钢 它用的是一种叫T34 什么什么 一个钢的代号 还钢叫154cm 都是数字 所以它这个钢 首先这个材料的材质 是很特殊的 不是我们随便拿块铁 我小时候拿个锯条 因为锯条是钢 觉得很硬 摸摸摸就是刀子了 那不是 人家是一种特殊的钢 然后它这个把手 这个刀瓣也是一个特殊的材料 它是按照成年人 男人的手设计的 所以握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们一说刀就特别复杂 什么弹簧刀 跳刀什么刀 这刀什么都没有 它靠什么不缩回来呢 就是靠这个 刀的根部是锯齿 是锯 是波浪 用一只手就能够 我不是玩刀的人啊 所以就 它可以用一只手 很简单的操作 当时刘木彦给我 我也没当回事 我看怎么还穿了根袋 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 这个Emerson就给 美国海军陆战队造刀 以后给美国兵造刀 美国兵走全世界 这刀就走向全世界 就跟可口可乐似 我用刀一直就觉得 是以和平的用途为多 比如我这刀 我这刀买的时候三美元 三美元在哪买呢 在伊拉克 要平常买应该是三十美元 我买只有三美元 所以我还刻了一个字 那时候在巴格达挨轰炸 闲得没事 巴格达 以后碎了 我又用胶水把它粘起来 我用这个刀 一般首先用它最大这个刀刃 我用它削水果 我喜欢吃水果 现在这个城里改革了 我们家边上没卖水果的了 卖水果都是给你切好了的 卖的巨贵无比 叫鲜果店 原来老百姓买水果的店都没了 这是这个大的这个刀 小的 小的我用它切 不是吃的东西 其他的东西 比如削铅笔 我喜欢用铅笔 所以你看这刀都被我磨的 因为刀是不停的用的 这个是开红酒的 其他还有什么呢 我不记得了 当时买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它有一个摔碎了的放大镜 那是1990年12月在伊拉克 三美元对我来说是大钱 你看这个摔碎了 这个这个放大镜 但是对我很重要 那时候每天得冲胶卷 冲胶卷的时候 冲胶卷的时候得拿这个看 看拍摄的主体眼睛 是不是睁开的 萨达姆闭眼睛没有 布什总统闭眼睛没有 所以你别看这个小破放大镜 所以这把刀上 有我要的所有的功能 还有剪子 剪子是用它剪胶卷的 除了剪胶卷 还可以剪肢脚 我肢脚老爱披 你看我老觉得 肢脚里边有泥很脏 所以我老爱剪肢脚 这个小剪子就很有用 还有其他几个功能了 什么十字螺丝刀 什么我就不一一剧烈剧 还有它有两把锯 一把钢锯一把木锯都很有用 以后我又买过很贵的刀 是在美国买的 一个是Lazerman 还有一个是比它功能更多的 另外那个空军转业办的主任 滕安大孝送过一个最大号的瑞士刀 带磨刀石的 但我没舍得用 我平常说出门 说不定哪天就让安检给没收了 三美元的丢了 我还丢得起 今天才知道 这些都是老式的刀 真正的刀已经发展到这个了 这个亚特兰大的叫 艾莫生指挥官 艾莫森卡曼德尔 是一个好刀 一会我要把 拿酒精擦擦 把上边这些胶给擦掉了 差把点把这把好刀给毁了 前两天我还拿它挖地 拿它当种花挖地的东西 果然是结实 艾莫森卡曼德尔 我核算了一下 大概得卖两三千人民币呢 我按照 为这是两千人的脑侠 他们已经在贴面 跟大家 一千人的脑侠 有一千人的脑侠 发展到 一千人的脑侠 这支 一千人的脑侠